圣诞节的礼物 蒙宝 念几张啦 两张 三个小时才念两张啊 我已经念三张咯 呀 已经快十点了 得快点把念好的小房子点上 师父说超过十点 就不好点小房子了 哦 那我也把小房子点上 卷毛师兄 为什么我们念的经文组合 要叫小房子呢 蒙宝 你看 这张黄纸 一个约三寸宽 四寸长的举形 利用一条短边做底边 再画一个扁小的等腰提醒 整个看起来像不像一座 又斜屋顶的侧面房子呢 嗯 还真像呢 所以俗称小房子呀 蒙宝 这可是一套超级经典的经文组合呢 哦 你看 里面搭配的经文 大悲咒27遍 心经49遍 往生咒84遍 七佛灭罪真言 87遍 我知道我知道 这些全是出自赵普出先生修订和编注的经文 叮叮叮叮 抢答正确 哎 蒙宝 那你知道 为什么小房子可以超度灵性吗 因为小房子是求观世音菩萨来超度灵性啊 嗯 而且 往生咒在下面是非常值钱的 心经要比往生咒功效还要大得多 小房子是经文的组合 可想而知 功效为什么这样大了 师父说 小房子相当于国际通用货币 在天上地下都能用 在下面就是最大面值的钞票 汪人收到后 既可以当钱花 也可以凭借经文的能量往上走 如果已经在天上 小房子就是能量 可以让他们上得更高呢 那些西伯 纸钱之类的也是大票吗 西伯纸钱是给下面的人用的 天上的人收不到 烧得再多 在下面也只是几分的小钱 那我们每天自己念小房子烧送 简直就是一台大票印钞机呀 哇 这么凶小肖 我好富有呀 萌宝 这个只是比喻了 经文是能量啊 再说 你这念经速度 离智福之路有点远呐 哦 萌宝 萌宝 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 我们要不要庆祝一下呢 月某师兄 圣诞节是西方人的节日 我们学佛人也能过吗 萌宝 萌宝 我们有南京菩萨保佑 南京菩萨大慈大悲 在天界威望甚高 和许多菩萨和西方教关系很好 可以说是我们法门的外交官哦 对于西方人的节日嘛 我们只要抱以尊重和随远的心态 过一过圣诞节也是可以的 那我放袜子 圣诞老爷爷也会来吗 嗯 萌宝 家里没有烟囱 圣诞老爷爷进不来 从窗户进来不行吗 萌宝 圣诞老爷爷他很忙的 他要给很多其他的小朋友送礼物呢 可能就顾不上我们了 不过今年的圣诞节平安夜 我们师父就到马来西亚了 我们那天又可以听直播的节目了 马来西亚的师兄们好幸福哦 还可以和师父一起顾平安夜了 是啊 好羡慕哦 卷毛师兄 如果圣诞老爷爷太忙了 不能来了 能请他的迷路来吗 嘿 萌宝 圣诞节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卷毛师兄我可以送给你啊 卷毛师兄我不是想要礼物 这是我今年攒的108张自存小房子 我想请迷路带去送给师父 做圣诞节的礼物 啊 宝我想可能圣诞老爷爷会愿意亲自来一趟吧 和从前一样 牵你温暖受伤 可是你不在我身旁 托轻负手去安防 时光时光满结吧 不要再让你变浪漫 我愿有我一切怀念岁月长流 一生要想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为不足道的关系 收下吧 感恩师父 为了众生 您重返人间 为了红法 您发下大愿 您舍下世间的一切俊恋 慈悲扬起 心灵的风帆 带我们一起登上法船 法生越过千山万水 您把大爱传递人间 菩提种子全球洒遍 只入我们心中福田 佛子菩提心 永不退转 感恩师父 为了众生 您重返人间 为了红法 您发下大愿 您舍下世间的一切 一切眷恋 慈悲扬起 心灵的风帆 带我们一起 登上法船 法身越过千山万水 您把大爱 传递人间 菩提种子全球洒遍 植入我们心中福田 佛子菩提心 永不退转 佛子菩提心 永不退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